他跟徐燕时的聂元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 当初发生小树林那件事 他承认他有错在先 是他未必利诱把人骗去小树林 但他绝对没做对不起丰俊的事 他俩是清白的 他当时忍辱负重 跟老师承认他俩早恋 也是为了他的前途着想 没想到他非但不领情 还说他脸皮厚如城墙 不要的话可以贡献给国家拿去研究新型防弹衣 一定会有收获的 徐燕时骂他不要脸 傻子都听出来了 这是原话 向元一字不差记了十几年 可见有多讨厌他 想到当时那森冷的语气 向元后背一凉 默默地把卫衣帽上的蝴蝶结打成了死结 绝对不能被他认出来 谁料 后座上有人发出三声震耳欲聋 想破车顶的哀嚎 啊 向元正在打死结的手 吓得一抖 徐燕时原本盯着窗外的视线 也被他给吼回来了 向元抬头看后视镜 他大喇喇长腿靠在椅背上 斜腻着一旁的高冷 一脸拟有是骂的很不耐烦表情 矮个男人叫高冷 一个跟本人背道而驰的名字 高冷哭丧着脸 我才出国一周 女神Ashers就宣布退圈了 微博也关了 以后看不了他的直播了 呜呜呜呜呜太难过了 你请我吃宵夜吧 Ashers 向元勾勾嘴角 心情总算亮场了些 卖悠悠地打回优雅的蝴蝶结 洋装若无其事地低头刷手机 由衷感叹 粉丝太多 他得反省反省 他又用余光瞥了眼徐燕时 小样 你也有被我迷倒的一天 完蛋 他又有回归的冲动了 冷静 不情 这男人真是把冷酷无情发挥到极致 向元忍不住想笑 听到下一句 他又笑不出来了 因为徐燕时非常不友好的 推了推鼻梁上薄薄的眼镜说 他每次直播都开变声器 有什么好看的 徐成黎每次都以为 你在看一只会说话的老母鸡 在线表演敲键盘作业 都不肯写了 向元难以置信地疏然抬头 目光透过冒缝 看向后视镜里 牢牢锁定那俩 卫衣冒下的整张脸 僵硬地像一块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巧克力 他再次劝自己冷静 下了车 你们就不会再见了 原谅他 说实话 高冷知道这畜生不看直播 也不玩游戏 活得跟庙里的菩萨似的 刚想跟他开杠 结果向元猝不及防地 抬头把他给吓得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毕竟一个脑袋全包 看不清脸 黑洞洞的冒缝里 也看不见任何皮肉 就像一个外星人一样的人 坐在前面 突然对你展开死亡凝视 后背不凉 心里不发毛 那是不可能的 直到向元重新递下头 高冷才哆哆嗦嗦地 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你 怎么能歪歪我女神的声音呢 我本来还以为你是正经人 你太猥琐了 他一边说 一边还拿小拳拳捶了下 徐燕时的胸口 徐燕时懒得搭理他 直接把他的手挡开 眼皮都懒得先视线 仍落在窗外 耸了耸 被高冷扯得乱七八糟的外套 眼神轻轻一挑 表示不想跟你扯淡 滚回去 看你的小猪佩奇 出发前 高冷在iPad上 下载了小猪佩奇 原意是给徐城里看 徐城里乃肯看 高冷不想浪费 起料隔壁座位上的三岁小孩 目光垂涎地盯着他看 于是两人就在飞机上 亲亲密密地看了三小时 安静片刻 向远听见 高冷回过神又问 你刚刚为什么拿中指推眼镜 笔是谁呢 真是个敏感 又善于捕捉蛛丝马迹的男人 徐燕时仍是懒懒散散地 靠着后座椅 半死不活地说 你回去问下你爷爷 为什么用中只按手机 是食指不够细 还是大拇指不够长 高冷 车里进了半晌 高冷劈里巴拉 扮了一串手机后 把手机揣回兜里 哼哼唧唧地说了句 我已经把刚才你说 Asher是老母鸡的事 发微博了 马上就会有脑残粉来攻击你 高冷也就这么一说 他微博几乎没什么粉丝 阅读量个位数 完全不担心会有人看见 徐燕时完全不搭理他 反正他也不玩微博和游戏 倒也不是彻底杜绝 微博他也有 高冷也关注了 不过基本上没发过什么内容 他是连朋友圈都不怎么发的人 游戏倒是真的没见他打过 高冷嘲笑他拥有高智商大脑 却是个手残老天爷还是公平的 不像他 长得虽然抱歉了点 好歹拥有了上帝之手 高冷喋喋不休 你别小看了这些粉丝 Asher是粉丝真的疯狂 我记得当初有个男粉为了追他 礼物直播刷了几百万 你猜他怎么着 徐燕时递过来不感兴趣的一眼 高冷无视 继续说 人第二天就把这几百万全捐了 还晒了捐款记录 发微博说 不用给我刷礼物 不缺钱 徐燕时又递过来一眼 高冷笑嘻嘻地去勾他的肩 听到是富婆 是不是心动了 没你这么缺钱 徐燕时冷笑着俯眼镜 下个月的钱记得准时还 别借 向元当时发完那条微博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一个不打比赛直播 也不要礼物的游戏主播 居然说自己不缺钱 那时候大家是真信他之前说 自己打游戏只是消钱的话了 高冷叹了口气 哎 真不知道以后哪个男人能娶了Asher 上辈子简直就是拯救了宇宙系列 不过咱们这么缺钱的男人 就别想了 人家要找也不可能找我们的 这社会还是很现实的 有钱人得找更有钱的 谁也不想当扶贫户啊 徐燕时终于转头看他 表情莫名诚恳 你认真的样子 真的很 迷人 像天桥底下贴膜的王大爷 向元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 会在微博上 搜关键词Asher's母鸡 更没想到的是 居然多到刷不完 他真是又气又想笑 最后还是强压下乱窜的火器 精确了一下搜索关键词 Asher's会说话的老母鸡 居然真的搜到了 他顺藤摸瓜的 找到了高冷的微博 高冷是你大爷 老大今天又毒蛇了 他居然说我女神Asher's 开直播的时候就像一只会说话的老母鸡 在线表演敲键盘 大家别冲动 我已经拿小拳拳捶他了 老大到底是什么生物啊 为什么他解算法那么快啊 极度的小火苗控制不住了 跟老大开会的时候 你只要观察它是用中指推眼镜 还是食指推眼镜 就能知道它是否赞同你的idea 我可真是个机灵鬼 这条下面还有人跟帖 道理你都懂 可你还是无法获得老大认可 高冷回了个加油的表情 我总有一天会获得老大的认可的 向远都有点心疼 这孩子了 他正兴致勃勃地 把高冷关注的人都找了一遍 结果司机忽然把车停在路边 自己下了车 身后高冷脑中警铃大作 紧张兮兮地抱住一旁的冷漠男人 我靠 不是遇上黑车了吧 我上回听老杨他们几个讲 拼车回来被司机载了 停在半路 不加钱 就不肯走 没那么倒霉吧 徐燕时嫌弃地 把人扒拉下来 仍是那赴死人脸 那就走回去 天亮就能走到了 高冷嘛 靠 你不考虑我也不考虑下小孩子好不好 随后 他胡一战惊地瞥了眼前 面包得严严实实的向远 小声在徐燕时耳边嘀咕 你说这个人把脸扎那么紧 会不会跟司机是一伙的 可能是吧 徐燕时终于不动声色地往他这边瞥了一眼 向远恶作剧心里顿声 罪恶的小火苗如烈火熊熊燃起 他猛地一转头对着高冷 阴森森地笑了笑 虽然他看不见 但是演戏嘛 情绪的到位 他专业播音主持 各种声线信手拈来 以前没事的时候 还给一些著名的广播剧 作品配过音 除了速度不好 万七八糟的事情 他都干得有模有样的 黑车 向圆压低嗓音 你想多了 高冷这要尝出一口气 又听他道 我们是打劫的 打打打打打打 打劫 一声尖锐刺耳 能划破黑夜 却又后知后觉的尖叫 然而向远的 劫色还没出口 四人就被赶下车了 司机说车爆胎 叫了救援 让他们自己再找车 向远打亮了一下四周 黑漆漆一片 树木光秃 连片残枝败叶都没有 比他去年去甘肃的无人区 还荒凉 他看了眼那个站在路边 穿着冲锋衣的男人 表情奄奄 并不是很想下车 在司机的再三催促下 向远硬着头皮 摸索着下了车 许艳时他们 已经叫到车了 高冷看见 向远摸摸 索索跟盲人学不似的下来 虽然这姑娘 包着个头鼓鼓怪怪的 刚刚还吓自己 但谁让他是善良的小天使呢 随口问了句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 这边不好叫车 多个人当是分摊车费了 主要还是想找个人分摊车费 高冷问完 许艳时没说话 低着头 单手再跟人发微信 修长的手指操作飞快 一幅势不关己的冷淡模样 向远想了想 反正就十几分钟路程 他抿着嘴 郑重地比了个OK的手势 那先加个微信吧 等会你把车费转我就行了 高冷调出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忙不迭解释 别多想 我有女朋友 不是刻意搭讪 或者你有现金 向远当然没有现金 他翻着白眼 把微信加了 结果 他忘了自己的微信名 就是本名 高冷这个二愣子 还对着手机 确认了一遍 叫向远是吧 一旁低头玩手机的训验时 大约是觉得 这名字耳熟吧 向远发现 他先是心不在焉地抬头 扫了眼高冷的手机 然后又下意识看了 演艺旁的他 下一秒 极其冷淡地吃笑一声 视线重新回到 自己手机上 向远忍住 垂抱他头的冲动 深吸一口气 三度劝自己要冷静 高冷听见他细微的吸气声 怎么了 没事 帽子有点紧 向远硬邦邦地说 高冷笑了下 谁让你把脑袋包这么紧 怕我们是坏人啊 长得很好看吗 向远悠悠地说 比你好看点 那肯定也没我女神好看 高冷哼记 向远明知故问 你女神谁啊 Asher下 人称再是打几微波炉 向远对自己这个绰号很陌生 自己好像并没有用过这种ID 高冷悄悄凑到他耳边 全服第一打几 听说是个平胸 所以粉丝亲切地称他再是打几微波炉 对了 你玩游戏吗 不玩 高冷忽然觉得寒风四起 这姑娘的声音怎么有点阴森森 莫名有点委屈 嘀咕了句 不玩就不玩吗 忽然凶什么 高冷又说 我老大也不玩 简直不懂你们这种不玩游戏的人生 有什么意思 说老实话 我老大这个长相当的游戏主播月收入过百万没问题吧 可惜他手残 真棒 向远不自觉说出声 高冷听差了 你说什么 向远 我说他长那么帅 要再是个像你女神那样的电竞王 还让不让人活了 顺带夸了一波自己 半晌后 高冷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若有所思地频频点头 那看来 Ashers真的是人妖没错了 滚吧 高冷真到一旁 给女朋友发微信语音去了 宝宝 我们快到了 向远听见那边语音回 徐燕石呢 高冷洋装吃醋 你怎么老问徐燕石 他死了 一旁的男人仍是 专注地盯着手机 头也没抬 文言拿手推高冷的后脑勺 高冷早有察觉 贼兮兮地笑着躲 徐燕石不耐烦 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然后重新扣上 背貌看手机 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 神情说不出的寡淡 微信那头的女人也暴躁了 维德那边的单子又退回来了 你上次出去的那批 追踪器出了问题你知道吗 老娘给你擦屁股擦到现在 我功力有限 这个版本的型号早就已经停产了 老娘那边又把得言 这个型号的高精度 把我上哪儿去找 徐燕石不是跟老娘那边熟吗 让他问问有没有别的办法 语音公放结束 高冷苦兮兮地向条 喊巴狗似的看着徐燕石 后者终于从手机中分出点神 诞生 让他把型号发过来 好嘞 高冷变脸贼快 如是重负地立马打开手机微信 宝宝 老大让发型号 他应该有路子 那边回得也很快 行 半赏 又一条 告诉徐燕石 这辈子他是没机会了 但下辈子请一定让我以身相许 说完自己都笑得花枝烂颤 然而 高冷真的生气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想法 开玩笑可以 但这种没分寸玩笑 再开一次咱俩完蛋 高冷脸色难看地对着手机说 树风尽立 荒凉萧条 向远背着个包安安静静立在一旁 双手插在卫衣口袋 仰着被卫衣帽紧紧扎着的脑袋 默默望着稀疗的星辰 嘖嘖叹息 他记得高中 自己有次让风俊找他帮忙写篇英文检讨 风俊说他不会同意的 向远死活非要让他问问 结果没想到他还真的同意 当时电话里的口气也就刚才那样 冷淡带着点无奈 让他拿过来 所以 他怎么就那么喜欢对兄弟的女朋友下手呢 我来说你只有一个人 我来说你对兄弟的女朋友下手 他有关心的女朋友下手 在话上 他就算是有关心的 我先听说你 那是他身体的女朋友下手